会出现冷热不均的情况 未来不同城市的楼市走势 会呈现怎样不同的变化 如何才能因城失策 2022年以来呢 你的不同城市的价格上出现的反差 或者走势上出现的反差 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房地产发展阶段的变化 刚才我讲了 我们在比如98年 刚刚市场发展的时候 所有的城市的房子 程度虽然不同 但是都在往上走 但是经过20多年以后 我们会看到 不同的城市它的走势已经不一样了 国外也是如此 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各个城市发展的条件不一样了以后 它就发生变化了 我们说说一千到一万 你的价格是体现了你的供求关系 但是供求背后是什么呢 背后跟着的是产业 产业是不是往这聚集 人口是不是往这聚集 和净流入 产业有了 人口有了 它资金就来了 像我们的大湾区 我们的长三角 过去说的长三角 珠三角 还有我们的环渤海的地区 可能这些地方发展起来了 然后呢 它就有一个聚集的效应 再加上它的文化氛围 它的创业的氛围 再加上它的很多的其他的教育资源 其他的资源往这聚集 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的城市 它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当然我们就要阴城实测 如果说过去我们大家发烧的时候 同样都吃退烧药的话 那我们现在刚才我说 有的发烧有的打摆子 我们不能吃一样的药了